为你介绍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改编的电影叫做 欢迎光临爱情餐厅 那么这个爱情餐厅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餐厅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分子料理 西班牙的米其林三颗星的主厨 亚德里亚 它的餐厅每一年至少有200万的顾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他说他很累 他想要去圆一个自己的梦 于是就在米其林颁给他不止三颗星 而且是认为他已经超越 也打败了法国的米其林三颗星的餐厅的时刻 他决定关掉他的餐厅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狂想 你在高峰的时刻 你未必要变成高峰的努力 你可以让他终止 而他终止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的故事 故事里头是一对夫妇 那么夫妻呢 本来感情慢慢的慢慢的破裂 最终离婚了 可是在他们还没有破裂之前 他们就好想来这个餐厅吃饭 于是一年前就预约了 等到这个餐厅要关的最后一天 刚好就是他们预约可以去吃饭的那一天 但他们已经离婚了 要不要去呢 离婚算什么 吃饭才重要 于是两个人又见面了 靠近地中海的布拉瓦海岸 电影就在这里拍摄 与艾伯利餐厅结业为蓝本 记录奇妙的最后一页 结合了爱情和诱人料理的电影故事 穿着美丽橘色洋装的女主角 和当儿科医生的丈夫离婚了 没想到定位排队等了一年的餐厅 才打电话来说 位置终于好了 是餐厅的最后一页 好, Mark Ei, què tal, Raquel? 鞋子, em pensava que no vindries no, fas dos petons? eh,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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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 perdona que bé, tornar-te a veure joder que es trenques això, no? 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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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í és raro pa, para, que estic petant entre el jet lag i l'insomni ah, sí, tens insomni? i estàs prenent alguna cosa? no et posis en plan doctor, que estic bé no, no, no 满有欧洲店的风格 最后一页最了美丽的离婚夫妇 还有许多有趣的朋友 两位抢着要买下餐厅的日本客人 以及心里老想着离世老伴的不觉夫人 he wouldn't want to miss this you know he never changed his plans stubborn as a mule Mathila,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last time welcome and enjoy please bona nit si no, Noos de Cargol són delicats però es mengen amb les mans gràcies sí, те bona pinta eh és maca la presentació jo crec, crec que no sé, Рage és difícil eh trobar-ho quan estàs correntant no sigui per internet, jo tampoc no et passa es com si com si la gent ja no tenies paciència és que la gent ja no té paciència ja, sí però nosaltres tampoc em mentiren 去找一个年轻人 他可以选择 选择 怀着一种欲望看这部电影 想看爱情又想看可口的料理 可能是人类的欲望 成就了这两种最美丽的事 因为爱情而产生的忌度 和忍不住的相互伤害 成为了电影里最理想的对白 还有三十多道精致的真实料理 还有为着米其林料理而来的一线电影明星 电影里的小情节让人会心微笑 送错了的小纸条 会错译的人 精心准备的甜点意外泡汤 错误的人物和时空 仿佛相信我们的人生正是由不同的错误组成的 如果只是抱着一个爱看电影小品的态度来欣赏 未免太辜负导演的小聪明和创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一顿盛宴和盛宴之后的小插曲 主角和我们的眼光才被改变了 这是爱情 料理和人生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